我們看這題 它如這個圖 有一個平行四邊形ABCD 現在將ABCD 放大成二分之三倍 後得另外一個四邊形A'B'C'D' 那要你說明說 後來的A'B'C'D' 跟原來的 這個也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而且事實上是相似形 好,那這個很好說明 我們這個光源或是對稱中 或是中心點 你可以隨便取 取哪個地方都無所謂 甚至你還可以取在哪裡 取在腳上也可以 或是取在裡面也可以 不然我們把它取在裡面 取在裡面來做做看 我們各做一個好了 比如說你取在這個腳點上 你這個O取在這裡 點光源在這裡 那你放大兩倍的話 就把ABCD放大兩倍 把這個也放大兩倍 放大兩倍 然後也把這個東西放大兩倍 然後也把這個東西放大兩倍 這個要放大兩倍跑到這裡 那這一個 這兩個就互相平行 而且這個是這個的兩倍 所以我們發現這個四邊形跟這個四邊形是相似的 因為對一邊的話 這一邊是兩倍 對一邊都是原來的兩倍 對一邊都是原來的兩倍 而且的話這對一腳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互相平行 然後在這兩個互相平行 這兩個腳也是一樣的 這個是共腳 那其中有三個腳一樣的話 第四個腳當然一樣 為什麼 因為平行四邊形的內腳是固定是三百六 你可以把點光眼放在腳上 也可以把它放在裡面 放在裡面的話 做出來的什麼呢 放大兩倍的那個圖形 也是原來的什麼呢 相似形 比如說你把它放在隨便這一點 放在這裡的話 那也要放大兩倍 就這一段的話 把它放大兩倍 跑到這裡來 跑到這裡來 然後連這裡 給它放大兩倍 跑到這裡來 好 那這一段就是這一段的兩倍 那通常到底啊 你這裡的話也給它取兩倍 我取兩倍 跑到這裡來 然後把它連起來 然後把它連起來 那這一段的話 也是原來這一段兩倍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比二 這是一比二 所以這是一比二 同樣道理 你把它弄成兩倍 這樣一連的話 這一個也是這個兩倍 然後呢 這一個 這個是兩倍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比二 這是一比二 所以這裡是一比二 那做出來這個四邊形 也是原來的圖形 放大兩倍 那你呢 歐選在外面 選在角點 選在裡面 選在外面 都可以做出這個什麼呢 這個呢 平易四邊形 就是原來這個平易四邊形 晃大兩倍的平易四邊形 晃大兩倍的平易四邊形 對 一比三 兩倍的平易四邊